博焰邱里红台中报道 除了动态的游乐园 也可以看看静态的一些展示展览 全球第一只完整出土的长毛像宝宝的实体呢 在台湾亮相了 这次呢距离今天呢 已经是39000年的幼年母像遗孩 在两年前呢曾经在俄罗斯展出 被研究单位取名叫做Yuka 它完整的程度呢 包括说上头的皮还有肉 甚至大脑组织都还是保存良好 带您一起抢先看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 搬出一件毛茸茸的东西 仔细看它伸长脖子 还有着长鼻子 四只几乎完整带有长毛 这是一只距离39000年的 冰原时期长毛像 大脑についてはですね こういうマンモスからですね 大脑の非常に良い状態の大脑が取り出せた というのはこれも世界で初めてで 非常に貴重な研究材料のになると思います 全球第一只长毛像保存完整脑部组织 2010年 它在俄罗斯的北极圈涌动土 被挖掘出来取名Yuka 是一只才十岁的母像 另外受瞩目的还有这一头 跟Yuka同一年代 同样也是更新式时期的披毛母犀牛 以往前看到是都是化石 但这次完全呈现 Safe me down and call me a mole rat You found another mammoth Where Wait a minute I thought mammoth were extinct 长毛像披毛犀牛 早已灭绝的冰河时期生物 不光只能靠动画重现 现在透过展览 还能让民众亲眼看见 参与兄弟 唐姓王已经台北报道 It's a way